大家好,我在FORUM上發佈了 我做了一個SuperPi的測試 先看看 這部是2011的MacBook Pro 正在進行Windows 7 CPU是i7 2620M 2.7GB 下面安裝了Intel自家的監測軟件 這裡就是Windows工作管理員 監測CPU使用量 這裡有四個SuperPi的目錄 我們分別會執行四個Instance的SuperPi 為什麼要分開四個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為什麼 好,首先我們運行頭一個 我們選擇大一點 要不然很快就沒有了 16Mac 開始了 其實要在這裏玩SuperPi的技巧 現在呢 你這樣玩的話 其實Windows會把SuperPi的計算 就分了給這四個Virtual CPU去處理 其實呢 就做不到我們測試Turbo Boost的效果了 因為呢 它同時間四個核心都在運行中的話 根據Intel的說法 根據Intel的說法 Turbo Boost未必可以實行到 它是要等待有些核心 可以停止下來 冷卻了 它可以關閉了它 在動態超頻執行中的CPU 那我們怎樣做呢 就在處理程序這裡 找回剛才的SuperPi 在這裡 我們要right-click 那我們限制它在CPU0那裏執行 在這個時候呢 你應該會開始看到CPU0的負載開始提升 那其他CPU的負載開始下降了 那當然啦 我們立即看看 頻率 2.7G 2694MHz 就是2.7G 並沒有動態超頻的 那你見到了 使用率 CPU 24% 就是剛剛 4個Core 4個Virtual Core 其中一個 就是25%左右 那有這個網友就說 不插火牛 走不到全速 我們立即 試試插火牛 火牛插好了 我們看看這邊 CPU使用率依然一樣 另外 另外呢 都是2.7G 完全沒有變過 那你見到 Core的Vid 就1.076 在這個時候 我們立即 嘗試 執行其他 Instance 的SuperPi 第二個 一樣是執行 16Mb 同樣 我們去處理程序 那裡 找回第二個 Flag 的SuperPi 將它設定 我們今次 使用這個 CPU 2 因為 0和1 是 同一個 實體的核心 因為 你看到4個 因為有 HyperFlag 一定的緣故 我們看看 這個圖片 你看到 剛剛 我們開始調校了 CPU 0 就是執行 一個SuperPi CPU 1 和 23 剛才都執行 但現在 全部都改變 去CPU 2 我們再看看 這個 螢幕 依然是2.7G 2693.8MHz VIT 1.076 VIT 好了 那我們 再試下一個 了 依然一樣 我們選擇一個 8MAP的 SuperPi 也 將第三個 Flag 強制執行 在 另一個 CPU 這次 強制執行 在 CPU 1 看一看 效能 工作 開始 轉移到 CPU 1 就是 這個位置 綠色標誌 大家看清楚 大家看清楚 這個字 能源保護程式 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 當 CPU 要進入低電量狀態的時候 出現 什麼時候會進入低電量狀態 什麼時候會進入低電量狀態呢 另一個時候 就是 當它過熱的時候 現在 大家看到 其實 它有三個 VIRTUAL CORE 已經 完全 用完了 剩下 這個 CPU 4 這個 應該是CPU 3 CPU 0 1 2 3 這個 CORE 是少用的 但是 你看到 已經開始有能源保護程式 頻率有多少呢 我們先看看實際數字 如果大家有留意 它的數字是在跳 現在是 2693 2594 其實它一直在跳 2594 2594 700幾 也有出現 當然 它這個 又看到 700幾 798